女友是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表妹 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好久 却还是做了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分手炮吧 如果她是真心与我相爱 我不懂她为什么有办法这么理智的离开 你很想她啊 很好啊 你还讲的是说那怎么办 其实不怎么办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可乐研究社已经有关方的line咯 不管是对极致黑G马卡有问题 还是你对可乐商城里面的产品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你不知道你买到的到底是正版还是套版 那麻烦现在你看到影片的同时 这边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可乐研究社的官方line 里面会我们的专业科幅回答你们的问题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安芳 欢迎来到可乐研究社你的两性知识专卖店 那今天又来到了可乐告解室 让我听听你的故事 今天什么故事呢 女友是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表妹 该怎么办 我的女友竟然是我的表妹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到现在却还难以置信 妈妈原本是南部人嫁到了台北 所以从小就很少跟娘家的亲戚有往来 对他们的印象应该也只有小时候过年 欺负表弟表妹的时候被长辈骂到哭的记忆 但别说长相了 我甚至除了妈妈和姐姐以及外公外婆的名字之外 其他的亲戚还真的印象都没有 当完兵很自然的在台北找到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一做就快要十年 而我带的后辈小我五岁 是个活泼又聪明的女生 每天绑着高马尾 可能是因为我花比较多的心思 关照她的关系 没怎么追求也没告白 我们就自然的在一起了 为了让她省房租 我就约了她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我在离公司较近的地方租了房子 然而也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同居了 在交往期间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她不但活泼私下还是很贴心的女孩 因此我也时常在想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友真太幸运了 我真的以为我们能一直走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妈打电话来跟我说 小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妹妹要来北部 会有一个小小的聚会 要我记得到指定的餐厅赴约 过完之后我女友跟我说 那天我妈也会从南部上来也有家庭聚会 然后我就问了我女友说 该不会你妈妈叫剪XX吧 哈哈 当我女友回答嗯的时候 我愣住了 当下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印象 我觉得怎么那么巧 晚上呢我们开始确认了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后 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好久 虽然她一直抗拒却还是做了 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分手炮吧 我们果然还是分手了 而她可能也是为了避免旧情复燃离开了公司 至今我们都没有联络 如果她是真心与我相爱 我不懂她为什么有办法这么理智的离开 但说真的我不喜欢这种命运捉弄人的感觉 我真的好想她 你很想她很好啊 你要讲的是说那怎么办 其实不怎么办老实说你们都分手了 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她不能接受吗 通常另外一半是自己的近亲 不管是二等亲还是三等亲 其实在某一些国家还是不合法的 只有在少数级的国家才是合法可以结婚的 那至于我知道在台湾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你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交往 那在知道的事情之后 女朋友就很快的跟你分手 那你会觉得她为什么这么觉醒 但是其实你要想 如果你们在一个不允许你们结婚的地方继续交往 那会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 第一个除了没有办法合法的婚姻关系之外 第二个你们要承受的是 近亲交往的一些跟伦理会有关的议题 那不管现在的人的观念开放或不开放 那它实际上就是存在的问题 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那我相信你的家长们跟你的朋友们也会投以 就是比较关心注视的眼光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为什么要注意别人的眼光 当然如果你们两个在没有要结婚 也没有要生小孩的前提之下 你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继续交往的话 没有犯法也没有不行 但是在伦理上的确犯了一些 社会规范不太允许的一些行为 那这个就是看你们愿不愿意承受 你的女朋友就是你的表妹 显然她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 所以她选择了分开 还避免夜长梦多 或者是你们再继续交往下去 终究视角分开 那还不如就是趁现在都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分开 所以也不能说她不爱你 或者是她很绝情 应该是说都已经知道问题在哪边了 那就不要继续拖下去 因为拖下去终究有一天 那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关系还是会出现破裂 还是会有问题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 那还不如就是现在选择分开 你要调试的是假设你们两个真的很相爱 两个也不在意的话 你们如果要在不允许近亲结婚的地方 又想要生存 那么你们就要接受不能结婚 可能会有异样眼光 可能会有不合伦理道德或社会规范的一些人的压力 如果你们的爱真的大过这些压力的话 那就是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啦 这是我的建议 没有对跟错 就是既然社会不允许 法律不允许 那在不允许的情况之下 就不要这样做 当然很多是老天爷的捉弄 或是命运的捉弄 就是本来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 这样子其实就在考验 我们自己对感情跟对对方的反思 还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其实这个跟两个人之间发生问题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未来有一天还是会因为同样的问题分开 那假设你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就趁早把它解决掉 假设你一开始现在发现你喜欢这个女生 然后你已经知道它是你表妹了 那么就不要继续下去 因为它是不被允许的关系 那如果你是在一起之后才发现 那还好你们还没有走到婚姻那一步 那也就是趁这个时候理性的分开 还可以当朋友 我觉得也没有不行 那再来假设你们已经有了婚姻 你可能要问一下律师了 那个我就不太了解 那近亲的性交它不被允许是 如果你是要撑小孩的情况之下 其实会很容易出现一些遗传的疾病 所以比较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 只要没有犯法是在社会规范里面的 那你们两个如果也可以承受这样子的压力 我觉得你们就照你们自己的步调去走 那当然就是尊重彼此的意愿 有一个人不能接受 那当然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继续 那我当然还是奉劝各位就是 跟可以交往的人交往 当然是比较好也是最好的 在一开始就知道你该怎么做 才不需要在中途 做一些让自己很难以下决定的一些选择 也许你现在很想她很难受 你想她你还是可以跟她说你思念她 因为毕竟她是你表妹 你们就是有血缘关系 但是你得很清楚的知道 她不会是你的未来的妻子 或者是交往的女朋友 你如果可以这样分开的话 那我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们自己去定义 那如果会因为这样子的情感纠缠 让你不舒服的话 那我觉得的确有一段时间的分开 或有一段距离的分隔 是会比较好的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生活里面的一些遭遇的事情 得到一些启示感想 让我们成长之后去面对更多挑战 然后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 只能说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人生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都遇到了 我们就选择去面对她接受她 那再来就是 把这段感情放在你的心里面 也许某一天下辈子吧 或是下大辈子 你们会用不同的形式 再跟彼此相遇也不一定哦 那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你的情商可以趕快过去 喜欢我们影片的人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留言 开启小铃铛 拜拜 拜拜 by bwd6